4月13日 南京大屠沙去世幸存者西登仪式 在清化日军 南京大屠沙越南同胞经营馆举行 悼念近期去世的南京大屠沙幸存者 朱再强 溥叶良 王素明 王衡四位老人 现场南京大屠沙幸存者家属 依次献花 三鞠躬 表达追思之情 南京大屠沙幸存者王素明家属夏天行说 1937年南京大屠沙时 岳母的父亲杨大夫被清华日军残忍杀害 这让岳母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父亲 从小就被家人送出去给其他人家抚养 如今岳母走了 南京大屠沙历史真相 还需要作为家族记忆代代传承 老岳母王素明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 我们肯定要喊成这段历史 经常参加这个金链馆的活动 希望大家要牢记这段历史 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夏天行告诉记者 每当他去国外时 总会用英语向外国朋友讲述 南京大屠沙的历史真相 我在加拿大和美国 我多次向外国朋友用英文讲解 南京大屠沙的历史真相 因为我们是幸存者的家属 我们说起来就是有正一句 铭记这段历史 把这段历史藏成下去 当天南京大屠沙幸存者 王衡老人的孙女 王莲也来到现场 追思亲人 祈愿和平 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释怀 王莲称 爷爷在世时 总会和家人说起 南京大屠沙惨痛的历史 也会告诫后人 历史不能忘却 爷爷跟我讲的比较多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顾不浪费粮食 第二个呢 就是他经常会跟我去讲 南京大屠沙里面的一些细节 在表达他的难过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就是我们的生活 是非常的辛苦 要珍惜的 接下来 王莲还会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守护真相 传承好家族记忆 我后期会通过微博文字 或者视频的方式 去继续把这段日识 继续记下来 也算是纪念缅坏爷爷的一个过程 我们作为幸存者的后人 有义务也有责任去连续这些 1937年11月13日 日寇铁骑 侵入南京 30万同胞惨遭杀戮 岁月仍然 曾目睹这场浩劫的幸存者 成为了不可撼动的历史铁证 他们一遍遍揭开窗疤 向后人讲述 这段永远无法磨灭的历史 但如今 幸存者老人 都已步入垂暮之点 逐渐走向凋零 截至目前 南京清华日薰 受害者援助协会 登基再测再世的幸存者 仅剩57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